那下面,该弥陀名号,正是正是智慧,无为法身。 法身功德不可思议,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。 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 你要不要念佛? 这一天二十四小时,你念了几度佛。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,二十四小时里头,一秒钟也不肯叫他空过。 真念佛人哪。 宋朝迎寇法师念了三天三夜,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 他是怎么念的? 一分一秒都不肯空苦。 所以,弥陀经上讲,若一日到若七日,就成功了。 寅寇是个出家人,破戒的比丘。 沃西气非常重。 无欲六成一诱惑,他就造你。 他自己知道,他造了地狱业。 如果不能往生,来神肯定在无间地狱,他害怕了。 想到地狱苦,就拼命念佛。 三天三夜。 不吃饭,不睡觉。 把阿弥陀佛念来尔。 我们如果遇到困难了, 遇到恐怖了, 佛在这个境上告诉我们。 那叫我们不必惊慌, 极难的时候, 放下万语, 一心专念, 南无观世音菩萨, 菩萨会陷进, 菩萨会把你的灾难化解。 这是世尊无尽的慈悲。 在无量寿会上, 透出这么一个信息。 我们要记住, 要会用。 这个话, 我相信, 不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人说的, 是对一般大众。 为什么? 如果是修净土的人遇到困难了, 一定会想到阿弥陀佛。 天天念阿弥陀佛, 不会想到观世音菩萨。 那念阿弥陀佛有没有效? 当然有效。 如果你真正肯, 还有寿命不要了, 我放下了, 寿命也不要了。 阿弥陀佛就带你到极乐世界去了。 这叫生死自在。 寿命可以要, 可以不要。 那还要寿命呢? 希望寿命在延长呢? 行。 延长不是相复的。 是跟祝福菩萨一样, 到这个世界来, 待众生苦。 佛也能帮助你。 怎么帮助? 你的寿命到了, 再给你延寿。 要知道, 延寿不是想福, 延寿是带众生苦。 你肯不肯干? 肯干, 好啊, 肯干佛菩萨, 会帮助你, 满你的慈悲大运。 像贤手过世, 还原惯伤所说的, 他说了四桩四千, 必须要做到。 你肯定会延长寿命。 第一个, 随云妙用。 我的身体在这个世界, 恒顺众生, 随习功德。 没有我吗? 众生喜欢什么? 通通溃随人。 妙用什么? 妙用不出现。 无论是修善是祖物, 通通不放在心上。 心上呢,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 除阿弥陀佛之外, 什么都没有。 什么都随云,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 这叫妙用啊。 随云都放在心上, 这叫造业。 业有善悟, 都不好。 善业, 赶山山道, 卧业, 赶山卧道, 都是在造六道轮回。 善悟业都叫做轮回业, 除不了六道轮回。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 世间愿意行善了, 吉得行善了, 他的目的, 来神还做人, 来神到天上去。 佛不反对他。 但是真正是佛弟子, 要超越六道轮回, 超越舍法界为目标。 那么断窝修善, 断窝不住断窝的想, 修善不住修善的想, 这叫修敬业。 六道里都没有这个古堡。 古堡在哪里? 在极乐世界。 这第一条啊。 第二条, 唯以有则。 这句话说什么意思呢? 我们起心动念, 言语造作, 都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。 那就是直接修复。 不能做坏样子。 做坏样子, 三途罪业。 做好样子, 做好样子也不着想。 那做好样子, 深教。 为人讲经说法是严教, 深一心严教, 大家相信啊。 叫人放下, 自己不放下, 人家不相信啊。 叫人放下, 我真的全都放下, 人家相信啊。 第三, 入火之指。 他的用意, 人生在世, 决定不能跟人家借物缘, 对什么样的人都消灭厌人, 学弥勒菩萨。 满心的欢喜, 对待众生, 不可以跟众生结怨。 为什么? 怨结了之后麻烦, 他会报复。 这个报复的时候, 不管是有意无意, 无意得罪别人, 将来这些国报也是无意。 有意, 这些是有意报复你, 无意是无意报复你, 因应国报丝毫不爽啊。 入火之指, 之指是用心, 要用真心待人, 不能欺骗人。 欺骗人肯定夺地狱。 地狱变相土里的话的, 八十业地狱, 那是欺骗人的。 地狱罪受满了, 还要还债啊, 不施售完就没事要还债。 欠命的要还命, 欠钱的要还钱。 换一句话说, 大臣教理告诉我们, 人在世前, 想占别人丝毫便宜, 都占不到。 那又何苦呢? 遇到苦难, 要能忍受。 要改善自己生活环境, 要修布施。 财从哪里来的? 财布施来的。 欲试越多。 不要极财啊, 极财丧道啊, 极财是罪业, 不失是功德了。 喜欢不是, 情愚不是, 你需要的, 自然它就来了。 来, 情财来了, 赶快不失。 不要累积在那里, 累积在那里, 祸害就来了。 那就是祸, 不失呢, 就是福。 你看中国的字, 祸跟福, 样子差不多啊, 就差一点点啊, 要搞清楚啊, 失就是福, 急就是后。 灾难就来了, 不能积财。 越试越多。 要相信佛陀的教会。 你发财, 是你命中有财。 命中怎么会有财? 过去生中, 生生世世, 累积的不是。 所以你命有财。 那命里没有财呢, 是你过去生中, 生生世世, 不肯不失。 你命中财苦空空, 没有财。 没财怎么办? 修不失。 现在修都来得及, 那年轻的时候修, 老时候啊, 命里有财, 不忧虑了。 年老的时候才知道, 要赶紧修布时。 一定你会发现, 越识越多。 会对佛感恩, 过去自己不知道。 要是知道, 多做多少好事啊。 我有财富不为自己, 为一切众生的。 那么, 什么样的布施, 都没有啊。 布施阿弥陀佛, 爹工的。 劝人念佛。 无论跟什么人见面, 一开口第一声, 阿弥陀佛。 这行大布施啊。 这一句佛号啊, 他听进去了。 一立而根, 永为道主。 这是布施功德里的第一。 这一句名号, 就是经上所说的真实智慧。 那不肯念这一句, 他没有智慧。 不但是真实智慧, 还是无为法神。 无为法神从这身体, 从这名号身体。 法神功德不可惜。 顾名号功德也不可惜。